当我和师傅胡斗晚安后 小丫头 不行啦 太困了 我去睡觉了 那好吧 师傅我也不玩了 晚安啦 妈妈当 晚安 晚安 丑师傅终于走了 我就可以去找我的附近小奶狗咯 哇 我又上了力把啦 这也太霸气了吧 跳个肉开心一下 我就是本局最富有的小公主啊 就这么身材 害怕长得到小奶狗 不是你看什么 美女也是你能看的 走开心 听说好多人都喜欢去出生捣狗分 那我就去K城蹲他们 你好坏哦 嘿嘿 一个人也没有 这也太舒服了吧 K城被我承包了 随便搜点物资 就去海边等着他们过来 准备坐收渔翁之力 搜的差不多了 得赶紧开车去海边跟人啦 我去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还上我车啦 不会遇到神仙了吧 下来 他怎么不动 竟在我车上假装挂机 你你你下来 我说的就是你呀 快下来 说吧 上我车有什么起图 求饶的姿势很熟练吗 这家伙应该是个萌新吧 算了算了饶你一命 这样吧 你这就是乖乖的跟着我 姐姐我带你吃鸡 好吧 嘿嘿 等我带他吃鸡了 我就跟他要付鸡照 他要是个妹子 我就要他表哥的付鸡照 我跟你说 遇到我算的运气好 我可是无敌战神 不是 你你跳车干嘛 你不信我是不是 是不是不信我 糟糕 难道我吹牛太明显了 不信我是吗 我告诉你 那边可有十类人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一下 就在我准备带他去一探究竟的时候 居然发现了一件 让我做梦都会哭醒的事情